好 这名男子他是无限快乐有限公司诚信负责人 一大早特地从南投北上跑到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会在台北市新一区家门口跪地成行 从早上10点多跪到下午2点多直到下起大雨才暂时离开 之所以会跑过来是因为他说 去年6月下旬郭台铭争取国民党总统提名设立后 积极寻求跟地方设立合作 选定南投茶叶农产外销大陆 后来经过郭伴内部评选选好茶叶公司之后 双方同年9月签下围棋两年的合约 不过到了11月郭伴发现建营收购状况有异常 紧急找来第二家贸易商 也就是无限快乐有限公司来补破网 陈信负责人说 因前一家厂商被发现有福报金额问题 郭伴也有发现 所以请他们来协助 问题解决后再讨论合约问题 无限快乐公司垫付了1900万元给茶农 他控诉过完年后团队竟解散了 接手的顾问跟律师团至少换过三轮 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郭台铭办公室茶叶收购专案顾问洪小姐说 希望这件事可以和平解决 坦言诚信负责人的确有垫付款项 但追款进度至今卡住 因为郭伴的法务从来没有跟诚信负责人 面对面沟通过 直言这件事大家应该要坐下来讨论还原事实 而非用通讯软体以及电话来沟通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